阿里斯老师 什么样星座的人 他的天生就很容易受到 这个幸运之神的眷顾 大家都需要这种 临门一角的好运气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 太阳跟上升的角度来看 那在公布这前三名之前 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行星 在真心学上 我们譬如说我们大贵人星 大吉星就是所谓的木星 再来就是金星 然后再来就是月亮 这几个行星 它所守护的星座 就最有机会受到 幸运之神的眷顾容易上榜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小优跟小抠 小抠是太阳狮子上升 就落在摩羯 然后我们的小优是 太阳双羽上升落在射手 马上来公布 第三名上榜的就是 金牛座 完全都只有射手座 对对 幸运 所谓的温吞实在天生好运 我们黄老师也是金牛座 对 那因为金牛 第一个就我们刚讲的 它就是我们的金星所守护的 所以很容易上榜 但是其实金牛座的人 本来就是比较老实 比较温吞 比较实在 所以它很适合就是属于那种 龟兔赛跑行 它最后一定呢 所以还慢慢地跑 很像牛车 它的行动力都是属于 它执行力 黄老师就是金牛座 对 老师你成绩好 你就念台大了对不对 对 好好喔 所以它就是非常 老师你念书是属于天才型的 还是属于苦读型的 应该是苦读型的 真的喔 是有抓萤火虫 在旁边抱一抱 你们没有抓 但是我只能 我会不会周出 我会不会周出结窍 对 我有特殊的读的方法 背的方法 对 真的喔 会懂得特殊 可以画重点是不是 你花的时间是不是比别人长一点 这我不敢说啦 我确实很认真的 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 又为什么说 它这么受到这个 幸运之神的眷顾 因为金牛座人就是这样 非常低调实在 一步一脚印 跟摩羯很像 因为毕竟是图像星座 所以呢 它是不说 不确定的话 也不做没把握的事 通常也不会去打没把握的仗 所以它一定是呢 好好的去苦读 好好的去认真准备 就好像说 人家说 但它不是真的傻 不是真的憨 而是憨厚老实 所以老天自然呢 就会眷顾这种 金牛座的这种 实在的好个性 就会赐给它这种 天生的好运气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呢 第二名上榜的是我们 拜托 拜托 天生 天生 阿古你哥 哥哥姐姐上榜了 来来来 我们天生魅力 贵人圆满 我们天生座也是精心所守护 所以呢 又拿到一分了 再来我们天生座的人呢 这个外交手腕真的是一流 而且他们天生这种魅力无穷 实在是无法挡 所以天生座就是最容易出产 我们的男神女神的星座 好 再来呢 除了精心所守护以外呢 他们的贵人欲呢 也是来自于他们有绝佳的这种 亲和力 所以他们非常像这种亲和力 总是笑脸迎人 而且团体里面呢 有天平座的人 天生座的人呢 你永远就是不会无聊的 就会充斥了这种 很幽默很快乐的氛围 因为天平座非常照顾大家 就是也是大哥大姐的类型 就会希望说大家工作起来啊 大家相处的气氛 都是非常和乐快乐跟幸福的 所以他们用这种亲和力呢 会不断不断的去建立 以及经营他们的人际关系 好 那有这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呢 像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种天生座 就有吃不完的 有机鸡 有机农场的蔬菜 还有有机鸡可以吃 还有有机蛋 再来坐月子也不用自己订月子餐 奇怪就是会得到这种 人家赠送的好处或赞助 甚至孩子的那个尿布奶粉 直接包到两岁都有 这个就是只有我们这个天生好魅力的天生座 做得到的事 是 再来赶快看看第一名一直想要透露出来的 我们社首座 社首座 对 社首座就是木星所守护 刚刚讲了大贵人心大吉星 所以小優上榜了 好开心哦 还有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扣补充一下 来 当然就是这个大吉星座 在守护着我们的社首座 所以他已经有这种天生 这种老天舞保比 不奏保比的这个好运气 我们身边很多的社首座就是那种 你感觉说奇怪 他怎么这么幸运 感觉他也天天对不对 又是天兵 话也没办法讲得清楚 可是就算说他的英文讲得不是很溜 他也是可以出国念书 或去外商公司上班 他想要什么 几乎都可以美梦成真 他就是有这种天生的好运气 他们也非常可爱 他们真的很乐观 然后就是悠游自在 与世无争 天塌下来也不怕 发生什么事都跟他无关一样 然后就是也是一样嘛 我觉得他很像那种 塔罗牌里面有一张愚人牌 对对 所以他也是吉人自有天相 遇到什么事情 在他生命中遇到再大的困难 都会逢胸发肌 我记得了 sac